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欢迎大家来安卓文 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 富老的各载光业的一个 讲座跟座台 然后我想还有一些人 还没有到还在路上 但我们就是差不多开始 不要让准职的人等太久 那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座台进行的流程 我们到五点前结束 那我们会先有 这次展览的艺术家主角富老 富老是第一位的这位 穿着白色衬衫的这位 然后 他会面与二次登的 这个 艺术大学 然后的油画系 然后如果有一些人昨天有去 这官媒馆看过他的展览 我相信已经很深刻的感受到他的 创作里面的一些能量 那 他今天会 花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也有先跟我们简介一下 他从可能大学毕业以来 然后这十多年来 在德勒斯登在德国 然后发展一些轨迹 然后包括一些住村的过程 跟展览的一个经历 跟大家分享 同时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个很重要的舞台人 庆悦 阮老师 源自大学的艺术圣地系的教授 然后阮老师也是非常非常 我个人非常仰慕的一个 多才多艺的一个创作者 建筑的背景 然后他有小说加文学 然后策展评论都很全方位的 而且 产量非常高 我常常觉得他在旁边睡觉 因为那个脸书 我几乎每天一打开脸书 我会看到我们老师的一个 新的一个发表 或者是他分享的一些观点 对 非常非常 创作力也很功夫的一个一位 那再来我们的另外一个舞台人 华建宏班长 光臨也是 也是我们这次 就是一起合办这个 富老这个展览 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 伙伴 然后也给我们 非常多的一个 帮助 那我想 建宏他 专长的这种理论 像理论跟策展 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所以我相信今天 我们透过艺术家 然后跟这两位 很资深的 然后在 评论策展 然后文艺方面的观察 观察了一个 两位的舞台人 我相信可以让 富老的创作 在台湾这边 获得大家更多的一个认识 然后也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更激大 那 我先把时间交给富老 然后富老待会 在介绍完之后 就会有 阮老师跟 华广长 建宏他们两位 分别在 提出他们的一些观察 跟大家分享 各位来宾 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要感谢郑友 还有他的团队 为这次展览一些付出 因为他们的努力 让这个展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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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了一个完美的一个 一个状态 呃 今天谢谢 阮老师 呃 呃 在百合当中 抽出时间 来参与 做这个 讲座 我们也跟一个 研讨会 谢谢 简文 馆长 然后对这次展览的 一个大名的支持 呃 谢谢 其实 呃 我并不是一个 善于一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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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如果在我的画面前 我可能比较更加自信一些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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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昨天在官媒馆看到我 在那个展厅里面的其他作品 可能多多少少对我的 呃 可能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受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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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這個,我也想,自己想了很久 在台灣這樣的一個歌展 我以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什麼樣的一個,把它呈現出來 在這裡面融入了我過去四到五年的 大概這樣的一個創作的一個心路歷程 裡面光年從何而起 又指一何處我不知道,也無法預知 它像一束穿越過我的身心的光 直向蒼蠅,將生命中我所經歷的,感受的,渴望的 通通帶進無限的飄渺與虛空 我只朝著這光的指引走去 它讓我感到一種超越時光 超越空間,文化,地域,身份 就是國際的最簡單的存在 其實我偶爾也會有寫一些 一些創作方面的心得 它是一個,光年是一個時間的概念 它融蓋了歷史 融蓋了一種距離 文化之間的一種距離 文化之間的一種距離 文化的空間 它是一個,我想用這個主題去 去把我的在過去這幾年的創作 用一條光的線去把它串連起來 光,如果看到我的作品裡面 都會有一種,就是一種 就是一種 我們還會用一些這種 很沉的,就是一種 暗色的這種色調去 但是裡面總會透著一 一種玉玉光 就光,就是一種希望 一種力量 我2001年到了德國 之前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 就是現在的清華美術學院的一個設計系 在那邊就讀兩年 大概兩年的時間不到 中間就開始準備去 在比較過分那邊的一種 學業的準備 之後呢,進入 德里斯登藝術造型學院 學習廢話 我都知道 知道老師是 阿爾夫卡爾巴赫 就是卡爾巴赫教授 我不知道可能 德里斯登是 薩克森的首府 是以前的德國的 薩克森的 東德的薩克森的首府 他的旁邊的聲音就是 萊比西 可能你也沒有聽過 德里斯登 他是一個 就是在藝術 他有他的藝術的悠久的歷史 他曾經有過 他曾經有過 在藝術和音樂上的那種揮煌 被 被 哦 那 可能在這之前 我們看一下 就是 就是昨天 就是展覽的現場的 一些 一些 土邊 光年 的 是 在藝術 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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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佛罗伦萨 对,这是他们的艺术学院的外景 2010年去以后,我其实没有太多的受到过大陆的这种艺术教育体系 所以说,因为之前去德国也是希望能从设计榜的那种专业 但是,我之后有收到进入艺术学院 在开始系统的这种绘画的研究 所以说 我谎不太难 对不起 我这样还说的有点太多了 我谎不太难 对,这个是我在2008年的毕业 做演讲 谢谢 这是我画室里面的一个场景 我先把这些机械的图片放下 然后之后再大家有空子 可以再 这是2010年 在佛福斯汽车 当时在做了一个萨森艺术基金会 他们有一个奖学金 然后呢,他们也自助了一个划策 一个个人 对,这是当时展览的一个 展览的一个场景 展览的一个场景 这个是在歌厅跟艺术协会的一个歌展 2012年 这个是我在 在光明馆 是我的第二个 在美术馆的歌展 之前 这个是在德里斯登 柏里画廊的一个 在美术馆的一个展览 这个是在美术馆的夜展画廊 2015年做的一个歌展 这个是在美术馆的夜展画廊 提名为福游 2016年我获得了这个 在莱贝西的救命房厂的一个 柱封像的一个奖学金 在那边工作了三个月 在这 在当中我又做了 在娱乐画室的一个开放 对,这个是如果 可能赢得来 在安卓艺术 一个连展 和非常优秀的 台湾艺术家 党若峰和 中江泽的一个三人的一个连展 这个是去年 在中国站台 我在中国的第一个 个人的一个展览 对,这个就是我的画室 是一个 在 德雷斯登的 新城 那里面聚集了 就是 很多的艺术家 还有一些诗人 来自世界各地 我在 一个 那个建筑是一个老旧的一个工厂 然后上面是 上面有一个阁楼 这个就是我的法室 创作的一个场景 六月份的时候 那个 策展人 莫妮卡 她又去到 德雷斯登 拜访画室 她又为这个展览写了一篇文章 名为 信手 和室 和室 一座 和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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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進了這個空間一波,特別是又打著不一樣的,非常專業的燈光的這種物質 不讓對我的作品有了一種新的這種感受 還是回到光年 其實光年是一個並不好,容易定義的一個概念 我的繪畫自始至終都有一種不確定的性 其實是我從一些虛部中清楚捏來的一些東西,把它揮組在一起 然後在我的一個設置,一個這樣的一個框架下進行創作 它似乎之間並沒有什麼太多的關聯 它集合了我此時此刻的一些內心的一些感受,一些片段 然後運用了我,或者是我有在我的繪畫裡面 會用到一些心理學方面的一些,比如說疫情的這種功能 對我忘記說了,我有一段在那邊的Master之後 還有兩年的這種藝術心理治療這樣的,學業這樣的經歷 當時有過很多的這種,跟 也是我自己對藝術的這個,它從何來來,它感興趣每個人 在心理方面層面的這種,所以說我選擇了這個當時的這個學業 所以之後有在做非常跟患者之間的這種,心理這種實習 所以說,我可以講說,我的創作的過程當中 我的創作其實就是我發射自己,找尋自己內心的一個過程 所以說,我在創作一段畫的時候,我往往就是 可能用一種前面的例子,一張白色的畫布 我會先是讓自己靜下來,然後能進入一種冥想的這樣一個過程 我會,我會注視畫布很久,我會去感受這個畫布,跟空間一樣的關係 然後在一瞬間,我可能會用畫筆,然後這樣大幅地做給我 我幫您進入一步,我會在畫室裡面寄信,然後呢,神經質的像手部指導 然後在畫布上去拍一些這種軌跡 我想,這可能就是一個開局,或者是一個 之後我就會去,去找一些,就是一些活動 入舞和出舞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在有時候,我可能 用很難用很大的,然後呢,就是從頭到頭,然後一貫而穿 這樣的深情的運動,真是讓我感覺畫得非常的爽 我,我是一個希望自己,就是在我的畫裡面,始終貫穿著一種表達,表現 這種表現是一種內心的一種,內心的一種訴求 嗯,筆觸,它是最真實的,這種寫的,這種印證 嗯,之後我會做一些,呃,從,從,對,再會出來,然後呢,再會審視一個整體 在揮畫的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我會,不時的,在我的腦海裡面 付出一些,當下,或者說,在過去一些,一些影像 我會試圖,把它捕捉下來,然後呢,呃,去把它記錄 進入到我的畫,把它抓住,然後再反映在我的畫,畫面上 但是這種,呃,它可能又是一種,呃,無意識的一種,呃, 就一種一種,可能這種浮現,呃,一閃而過,呃, 嗯,在整個的這個畫部的構物物具裡面 有,有,有好幾個這樣的點,特別是在,呃, 呃,以前那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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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副更加的點心 有一些,它,它,它似乎是一個,瞬間之流的一個影像 但是又瞬間的這樣,一閃而過 呃,但是這種畫面,呃,之後我又會做一些這種,思考 這種,它,是跟我有關係嗎?它是我真心,真情流露的一種,在線嗎? 它是,它可能,呃,我們,我們在,在生活中,不免會受到一些干擾 不過,首先我問它,它是,我是誠實的嗎? 嗯,如果它是,只是,一個表面的,一個華麗的,一個呈現 它會,進入我,進入我,進入我,呃,繼續的這樣創作 我會,選擇跟它,選擇一種方式,跟它,可能,告別 可能,再會把它通過這種目標,或者是用覆蓋的方式 就是,這種這種,這種過程會,會一直在存在 就是,所以說,這種畫,這種作品,它是,它是,它是可以呼吸的 它會保留著一些,創作的痕跡 當然,廢話,除了形式,那就是內容 呃,內容,呃,無外乎,就是,我在一個,一國的這樣的,國度 生活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呃,生活體會 和,我對當,在當,在當下,那是個,在那個特定的那種環境下,呃,對於我周遭的事,呃,呃,或者提出這些問題 嗯,我在,一段時間,呃,從2009年到,2016年 創作了一系列的,呃,呃,呃,其為中美國,呃,的一個一個,一個一系列的作品 就是架構的大陸,它其實就是中和美,一個美國的社會學家提出的一個概念。 之後甚至會有很多的歐洲和中東之間,阿拉托斯的概念。 它其實是用在一個經濟方面的全球化議題。 我當時在研討會上聽到這個概念,作為一個藝術家, 我就會在自己產生一些聯想。 我在構想,那就是中國或是東方,就是美國西方。 它是兩種不同的價值體系。 中國作為一個最大的生產國,然後美國作為一個世界上最大的消費國。 他們的一種融合,這種融合沒有發生,他們還在互動。 他們還在被抗。 中英藝術家我就在去想用這個,用我自己的廢話裡面去有所表達。 它是一個實際上的一個過程。 它是一個可能是一個被已經,甚至不能居住的一個過程。 是一個在污辱的環境被污染。 然後呢,是一個災難之後這樣的一個過渡。 可能也是影射了一個人類被自然的破壞和過度消費的產生巨大的這種災難。 這樣一個對人類未來的一種擔憂。這樣的一個思考。 所以說在我的畫裡面,出現了很多的這樣的綜合色的色調。 作為一個畫面的一個重基調。 然後,這種基調下面,都會有一幾點狀的這種分,作為一個瘤擺。 它會形成一個鮮明,就是一種強烈的對比。 之後,在觀賓館的展覽會,裡面有些作品用了很多的色彩。 就是,這是,在當下,可能我,就是另外一種,就是在這個綜合色的一種基調下面, 融入那些色彩。我想記得是,也是我們內心的一種,可能一種需要。 然後,不會用這種色彩,然後呢,去製造一種更加戲劇化的這種場景。 我想,先說到最後吧。 誰呢? 為何呢? 首先,其實要秒答一下 其實非常高興我這個機會跟安卓還有跟富饒合作這個展覽 而且其實富饒呈現出來的沉默跟他的力氣是越遠超越我的想像 我覺得一個藝術家他所能夠盡心地表達 其實本來,就是說我覺得厲害的藝術家其實他盡心地表達出來的事情 其實本來就會超出我們可以度量的那些事情 那我覺得其實並不是畫的數量超出我們的度量 而是他在畫裡面所呈現出來 儘管在此之前有看過一些圖片 然後看過那些圖片就已經覺得 富饒其實在畫上面的表達是很有興奮力的 可是在真正看到你的畫在美術館裡面呈現的時候 其實那個力量跟那個豐富性其實是遠遠超出我的度量的 那我可能就先從度量這件事情開始談 因為富饒的一個題目其實就是光年 那因為我以前學科學的 然後所以其實光年我會很機械性的反射就是光軸壁年的距離 它其實是一個距離 其實它跟光有關 然後跟某種速度有關 而這個速度其實它是一個預設了人類無法超越的速度 那而且聽說其實光的速度其實在科學的一種說法來講 在物理學的說法來講 如果我們真的可以超出哪一個速度 超出光的速度 那其實我們所有的空間是會改變的 所以其實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其實那個空間要能夠折去 其實它很重要的其實是需要我們能夠超過光的速度 那我不用這個來當作一個開場 我就很怕一下子又能量 可是我在這裡面其實是在想像的是 如果簡單一點講 我在看到輔導的繪畫 然後在思考的事情是 就是如果一個人在他的一個生命歷程裡面 他可能經歷了不同的區域不同的文化 然後不同的處境 然後在經歷過所有這些之後 再回到一個藝術家的一個內在的心理的時候 或他的儀式的時候 那到底積累出了什麼 因為在這裡面其實 我就開始用一種不是科學這樣的方式去想像 所以光年它在這裡面意味的會不會比較是 那到底在光裡面的時間是什麼 然後或者說算我們個人的時間裡面 又會出現什麼樣的光 所以其實在這裡面我覺得就是說 我在看到複早作品的時候 其實特別是你的大幅的作品 或者是你的中小幅的作品之間 排列出來的關係 其實都會有一種 突然有一種很契合的 因為我們其實已經談到很多 就是說 我們現代人所自身的那個空間感 已經因為各式各樣的科技 還有各式各樣的處境 還有全球化的關係 其實我們的空間其實是非常碎裂的 那而且我們也談了很多在這個碎裂的狀態 然後流動的非常厲害的狀態 到底個人的靈魂啊 或者說個人的意識 到底是處在一個什麼樣的處境裡面 那在看複早的話 其實非常難用言語去把它回答 因為那裡面有非常多豐富的東西 其實都會讓我在推進這樣的一個 當代處境的想像 其實有更豐富的連結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我們從一個外部 那麼流動那麼碎裂的 整個空間的時間 那到底是回到了一個人的內在的時候 也就是把這個往內翻的時候 那那個內在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 所以我覺得其實父老的揮花 其實給我一個比較大的想像空間 跟契合的感覺 其實是在這樣的一個狀態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其實就會讓我想像 對父老的生命的一個立場 又有一些想像 因為通常我們會用光明去談 其實它已經是一個用速度 然後時間來測量的一個距離 那如果用這樣來看的時候 其實它你也給我一個 就是說跟旅行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 有一個很大的聯繫 因為我就會天馬前後去想 就是說我們都活在光線裡面 不管是陽光或電腦的光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或人造光 我們活在很多 就是說我們常常置身在光裡面 可是在光底下到底發生了多少的事情 然後這些事情跟光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就是說其實總統這些想像 都會讓我開始在想 人的生命歷程 以及包含它的遷徙 包含它的旅遊 其實如何再重新跟這個 既是外在的光 然後它又可以翻轉成 內在的光的這個關係 到底要如何可以去寫解 然後我就 有一點職業病的 就開始去想像 到底在歷史裡面 到底有什麼樣的女性 其實是讓我印象深刻的 那當然也是 我覺得我會去做這樣的 這樣的重新的再去想到這些事情 其實也跟富老的繪畫裡面的顏色 還有光其實都很有關係 因為富老的顏色跟光其實 會給我很強烈的 我在就是 我在德國 然後到瑞士看到 可能差不多 十八世紀 十九世紀 大多數的這些歐洲 都北部的畫家 他們在處理的那種光亮的顏色 其實會讓我看到這個痕跡 可是你的空間感 又跟他們非常不一樣 那在這樣的想像 我其實想像的第一個旅行 第一個旅程 其實是 柯德在19... 柯德他在1986到1988 他從北邊到了意大利 到了南邊 然後 他在17... 不好意思 17... 1786到1788 他去了意大利 一趟 然後他1790年 他就出版了 福士德的 第一個 就是說 算是一個 短片 片段的一個作品 那 其實我會覺得 其實這裡面的關係非常有趣 也就是說 柯德他到了意大利 他其實面對到非常多 當時的古典的元素 還有相關的科學研究的一些接觸 這些事情 其實讓他更完整的去想像 就是福士德的那個聲音 然後 詩格100年之後 其實有另外一位 就是 有另外一位 很重要的 藝術史的史學家 叫乌弗林 乌弗林在 哥德100年後 他自己畢業 做了一個畢業旅行 也是到了意大利 然後 其實他到了意大利以後 他最重要的發現 其實是巴洛克 然後他再重新從 用巴洛克的之前 就是說這個觀察 其實他 寫出了他 生命當中 很重要的 三部主題 那 國際師在想這些東西 然後又會 突然想到另外一個 可能比較無關的 可是他也跟中國有關 就是康有為 他在1899年 他開始了他的世界大流行 那我們都知道 雖然他被慈禧泰國追殺 可是其實他的晚年 過得非常的 小少子在 而且非常的富有 然後 我其實 為什麼會這樣想 因為 我就在看 就是說 從父老的繪畫裡面 其實會看到 當他到了德國以後 他大概21歲 差不多21歲的時候 你到了德國以後 其實在面對整個歐洲的 那一個繪畫的傳統 然後你如何從這個繪畫傳統裡面 你其實把你的經驗帶進去了 這些相關的元素 所以我們在看你的繪畫的時候 裡面看到了這些古典的元素 它被分飾在一個更不一樣的空間裡面 然後 它同時裡面其實有很多的質疑 那我會覺得其實這個是一個 還蠻重要的記錄 因為我在思考的事情其實是 如果 過往 我們有很多藝術史上面 或者文學史上面的一個傳說 這個傳說其實是跟幽靈有關的 然後 然後德國人曾經到意大利裡面去琢磨 那些古典元素的一個變化 那其實我們在今天 是不是有可能展開另外一個圖像 其實是一位中國的藝術家 你到了德國去琢磨 這些經過兩三百年之後 它變成了古典元素的這些事情 然後其實你又用你的生命 用你的熱情其實灌注在裡面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 既 差異非常大的事情 同時也是一個巧合 就是其實在 這個在別的評論裡面 其實也都很容易被提到 就是 呃 就是 表現主義跟浪漫主義在你身上的 就是在你的繪畫圖裡面 其實非常容易讓人家 找到人來連結 只是說 我還 我會覺得這裡面 有一個很珍貴 而且需要 可以在進一步去考察跟捉摸的 其實 表現 德國的表現主義跟浪漫主義 經過你這樣的滲透 不管它是一個無意識的一個 翻轉或怎麼樣 其實它 出現了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那我會覺得其實 為什麼我會 這樣去聯想到德德 因為你剛剛提到的心理學這件事情 然後其實龍格 龍格其實號稱是 哥德的私生 就是說 私生的 孫子了嗎 那 那 我在想其實 欸 當我們進入到這樣的一個脈絡 或許其實這是一個 我們如何重新進入到一個 它不再是一座界 也不再是一座文化仰望 去區隔的一種操作方式 去區隔的無意識 對 而且這個無意識 其實 它或許其實就是透過 這自己這樣挑的 反應這樣講得太快 就是透過 這件事情 齁 去重新的去讓它產生 新的一個 執行的 轉化 而且我會覺得其實這件事情 或許在 如果我們再重新去思考 欸欸欸 去做主 Bereton在談的那個全球藝術師 齁 雖然他一直講的 他一直沒視線 齁 我會覺得其實這裡面到底如何 找到 對的藝術家 去考察他們能夠做我們的例子 而能夠去開展這樣的部分 其實 我覺得在你們身上 其實我覺得 在你們身上 還在你們身上 這是一件 可能的事情 嗯 我現在有點酷 可以讓你先講 你把我想講都講了 不要講 假裝你講了我講的那次 我 我們事先並沒有那個 先商量的說什麼 那事實上 我們兩個人 也跟這個 今天的 主要的藝術家 並沒有什麼 私下交集 我們是通過一個 比較直覺 或客觀的方法 就是在看 直接的反應 我想 我可能整個 我真的看 我事實上 第一次看到 左立軍看了那個開幕展 那是讓我們來很久 所以其實也有點衝觸的 大家看一下 那之前更早 其實是在那個 跟那個 DONROUND 跟中央總編的連展 我看過 那時候前例講 那些作品 確實是 那個氣勢很強 而且讓人 基本上過目的化 那個地道 確實很強 那 昨天我回去 就簡單的 在臉書發 就發文 說我去看那些的展覽 那 我昨天是 用 兩行字來 我想簡單 因為臉書不能寫太多東西啊 所以我是說 氣勢磅礡深遠 然後意向多餘神秘 大概我整體是這樣 那從這個衍生出來 我可能等一下 我會用三個部分來 稍微談一下 第一個是那個 我想 這個下來 整體那個 對富饒 我的感覺是 跟健鴻高級的 其實我覺得 它 特別有趣的是 我們看到它的作品 其實是 對於整個當代藝術的 一個沉船 它有一個很扎實的沉船 而同時 你會看到 它對於古典的一個 自禁 那個自禁就是 它並沒有像 很多當代藝術家 跟古典的 那個決戀之外 它的那個自禁 跟它的那個自禁 已經高到一種 令人驚訝的部分 但是它可以在這個 似乎斷裂 這個當代 跟這個 跟這個 沉船之間 它似乎很強烈的 但是它兩邊連接起來 而且這個意圖 成功的 因為它作品 給人的第一個印象 雖然那個 像健鴻講的 裡頭 我們看到很多古典的 但是它給人的印象 非常當代 非常具有現代感 這個 這個部分 我覺得很有趣 那所以 可能第一個 我想討論的是 它對於這個 現代的回憶 它的作品 我們其實 看下去 像 最後 高級的 最強烈的 我們看到德國表現主義 在裡面 產生了一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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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種 其實幾乎像是 歌德那種傳下來 那種 帶來一種神秘性的 一種 很強烈的 一個力道 另外 當然 也是浪漫主義 你在運動的 一種 一種技法 但是我覺得 你的本質 堅持是 更傾向是 拉曼主義 所以拉曼主義 應該是 那那個可能 我第二段 可以再看 但是跟這個 像我們在看 你跟這個 當代 跟現在性的 我們在裡頭 也是應該會看到 一些超限制主義 一些象徵主義 看到一點點 畢法索的 部局上的 那種 寬容性 都看到 就是表現你 其實對於整個 當代的這個 掌握 這個 一個範圍 那個 是相當的 相當的 具有你能力的 能力 那能力 應該是用功 加上你個人可以 這個作品 在這個部分 這個裡頭 其實 在一個 現代性裡頭 你的揮號裡頭 我們 當然看到 它真正在回答的 還是一個 現代性的 現在作品 我們現在還是回答 一個現在性的 就是一個人的 人的 就是整個現在性的 人的一個內在困境 但是困境 也有進行 剛剛講的一種 普遍性 就是整個人類 整個現代 現代人的 我們也許從 十九世紀到現在 十九世紀中期到現在 將近兩百年的狀態 有一個人的那個 人力思索的整個 普遍性的出現 不斷移動 必須特別移動 因為彼頭 當然會給我們一些 啟發跟彼頭 是因為指著我們 產生一種 失魂的狀態 因為那個 強烈的東西 以及 因此 在裡面 感覺到一種 存在本身的 詩句 它進去詩句 存在是什麼 所以在那裡 其實作品裡 有一種對於 現在 本身 這個 就是人的 內在本質 就是那個 探索 這探索 有可能透過你自己的 感受 透過你投射出來 那這塊 在你的作品裡 我們對照 就可以看到 譬如說 你的裡頭 人、鬼、獸 的一種共存 它共存在你的畫面裡頭 它就佈置出一種 你不知道究竟要連說 什麼的 它又有一個 漂亮的風景 在後面布局 但是裡頭 又有一種 恐怖性 一種迫害 一種受難 它又有一種 一種 這種交織 這交織就是 事實上是一種 很不安 那個很不安 可是似乎這整個 後面又有一個 安撫的力量 想要把它鎮定住 這兩邊的這個對照 我覺得是一個 蠻有趣的 那是第一 第一部分 我比較整體看 我覺得是 它跟現代性的 一個關聯上 第二個部分 就是 你拉更深遠的下去 你的 整個會話的 核心跟本質 這塊 我還是 蠻認為 拉曼主義 一個關聯性 相當強 拉曼主義的 包括主歌的 這個 拉曼主義 他們在 在回顧 回顧這個 五典主義的時候 他們的 以及他們 三萬未來的時候 產生的一種 不安心 那不安心 他們似乎要肩負 幾億個 我們一樣的如何處理 基本上我覺得 那個精神是帶著 一個中世紀的 那個騎士精神 那個騎士精神 就是 一片黑暗的狀態下 我們必須要去尋找 這個 所以 它會有一種 類似要去喝的 那種 有點讓人覺得可笑 又可悲 那種賞進 但是它基本上 會是 還是告訴自己說 這些 彈力哥的告訴自己 我就是可以 持著這個獸馬 帶著這個 這個奇怪的家 我們就是要去把 這個公主救出來 我們就是把 兩目把妖魔鬼怪 就掃盪掉 那它有一種 一種自我安慰的 一種樂觀性 然後它 它也同時採討 一個人跟自然 它相信整個 宇宙行物茫茫的 茫茫之中 有一個力量 是可以支持的 所以那個人跟自然的關係 在中間 重新被建立起來 那它有可能是 因為通過它已經被 人的這塊 人自的這塊世界 很信任 它相信另外一個 更廣大的一個自然 所以自然的力量 在它的作品中 便帶著 這個自然 風景 是你作品中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它永遠在裡頭 它已經不像那時候 他們把它當作一個背景 你的這個自然 已經清潑現實 你跟前面的東西 交往一份 所以那個遠近 那這個 在這個風景 還有你的自然的沒有上 也會讓我在同樣的想到 不只是那個浪漫主義的關係 是一個 跟中國三十化之間的關係 尤其在 你剛放那個 中美國那個 那個系列 那個 你的有些共度 我覺得是很唱三種的共度 所以這裡比較少 但是這裡有兩三章 我覺得還是有三十化更多 那你自己也提到說 那個在對你影響的藝術感 好像泛寬馬遠 所以這塊 我覺得 這塊也是我覺得 蠻有趣的 但是 泛寬馬遠 或者是浪漫主義 其實他們在對待三水的時候 是比較是一個 個人的內在性 尋求給一個 一個更寬大的 一個永恆價值 一個盛性的名字 那這科目的連結 產生出的一種重刀性 那這重刀性 其實是透過 自我的 自我的內在化解 來傳達他的藝術表現 那這你的作品 就給我 我們同樣看到一樣的重生 一樣的深遠性 一樣的風景 但是你的 你的裡頭 沒有他們那麼浪漫的 樂觀性 你裡頭你帶進了一些邪惡 一些 一些荒蕪 一些 一些 一些黑暗的力量 那黑暗的力量 有點像是 惡的在福祉人裡頭 強烈的帶進去 那其實是 惡本身的權在 而這個惡的存在 我們在中國傳統 沒人畫的 可是看不見這個惡 我們在這個 拉曼主義裡頭 也看不太到這個惡的存在 但是那個惡 似乎在你裡頭 這個潛在的因子 這個因子 似乎 隨時刺激而出 想要把這個可能的 這個強的 這個完整性 要把吞滅 那個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當然同樣在 拉曼主義跟三十八裡頭 在你 拉曼主義跟三十八裡頭 在你的作品裡 另外一個就是 你的那個 基本上你的那個 燒點也是很特殊的 已經沒有人遵從 那個燒點的 這個形式性 這個燒點其實 又回到 比較是傳統三十八點 那個多燒點 或是多元點的 這種燒點 已經不是單元燒點 那個多視角 那多視的 他的觀點已經是 非單元性 他開始產生出 一種多元的續續性 這個我覺得也是 相當有趣的 一個特質 那從這個特質 再拉下去 可能 不是我想再談的 就是這種 多燒點 然後一個多元視角 可能就回到了 叫複調 複調的可能 複調這個說法 是那個八個金針 在杜斯國爾夫斯基人 所以杜斯國爾夫斯基人 杜斯國爾夫斯基人 杜斯國爾夫斯基人 的小說裡頭 人物膨雜 每個人都在說 他就是每個事情 看起來是各自奴隸的 互相不連結 那這東西 按理在 古典小說裡頭 這個不存在 不可遮 而且那個角色一下子 獨語一下子 客觀的出事 一下子的狂返 就是那個 整個是一個 多元膨雜到一個 雜亂的狀態 按理這樣子 注定是失敗的 為什麼明明是看起來在結構上的訊息方法 在這個論述上是應該失敗的一個作品 卻那麼迷人 所有人都被他吸引進去 又不知道為什麼要吸引 馬爾金當然是隔了很久 他寫了這個論述 他認為他的小說是複調 他的複調是他可以同時在一個畫面 讓不同的聲調自在地存在 他說這個差別是大部分的小說 其實是在一個建立的一個舞臺 然後安排他的角色 依照我 就是一個導演讓你依照我的順序發言 然後他說 Durtoivsic的複調最大的差別是 他沒有建立同意性 他讓你每個人獨自發聲 然後在發聲之後 他們自己會寫到出一種夢朴的存在性 你的作品讓我 因為你對於象徵、對於符號 對於各種 然後那個本身看不出他的必然性 那個必然性是你的直覺 然後他們是各自在敘事他們的事情 那這就是最後是產生的 確實是說什麼那個是很神秘 而且很不太單一精細的 而且那塊也是你的作品 我覺得相當 相當迷人跟特殊的一點 所以從這裡 假如 好像比較好 我想你的作品模擬 然後請問想 也想再聽你講的 就是 在裏頭那個自然的 自然這塊 它是自然進入三水 不原三水化 還是不小是什麼 那一塊跟你的作品 有很強的一種內在 好像內在話語的要敘事 就是這兩邊的關係是什麼 你如何處理這兩邊的關係 然後 那也是一種 你的 你在往裡頭 內向性的自自我挖掘的時候 跟那個外觀 這種客觀性的外觀 包括時代啊 政治啊 這個所有的現實發生的 這兩件事情在你處理過程中 是有擺盪的嗎 是對你是怎樣的一個狀態啊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一樣 在衍生下來就是 你的主體 你的絕對主體 就是你的主體 跟一個客觀全局之間的關係 你真正的意思是在哪裏 在創作過裏 是在家裏 由於你出去移進來 這邊你的位置點究竟是什麼 嗯 然後 當然另外一個小問題是 你處理大作品的時候 跟你處理那些小作品的時候 你的心態是怎麼樣 對 大概是這樣 謝謝倫老師 今天有一種分析 嗯 我想要回答這個 自然的 自然 我跟自然的關係 而自然可以 理解為 我和 我自己 人和自然 大自然的關係 自然還有那種 人和的關係 就是在社會學的這種 框架下 就是我作為一個身在英國 他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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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遇 或者是周遭的這種 對於這種 比如說 身份特色的這種 身份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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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容物 或者是一種 這種 這種 這種關係 我 我是 我的家 在 牢山 腳下 另一個地方 就是 那種 怪識的一群 那種 是一個 到家室的地 小時候 我經常去 在那邊去 去 爬山 他會 在那種 山的那種 形狀裡面 他會給我帶來一些 就 特別是 暴漫 你會看到一些 影印 這種山的那種影子 就會 演講到一些 蛇神的怪怪 就會 呃 他在我的那種 前衣食裡面 給我留下了一些 這種記憶 這種東西會 呃 無意識地 體現到我的 揮畫裡面 特別是對 這種 山序的這種 所謂山序 的這種 呈現 呃 山 又是 對我來說 在我的作品裡面 又像是 一個 人的 我內心的 容疑不射 他 按照 他 根據他的形狀的這種 不同 他可能 有 堅定的 有堅定意志 這樣的 性 性格特征 然後可能 又有這種 比較 脆弱的理念 甚至 有 有一點 馬上就要去崩塌的 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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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射 呃 他們是 呃 在我的 繪畫裡面 呃 這個是 呃 如果是表現一個 大風景的這樣的 一個場景的話 它會 往往就 會作為一個 這樣的一個 構圖的一個 主線 呈現 然後在這個 呃 更多的我想 可能 我的 我的 山 是一種 是一種 神秘的 甚至 有一點點 危機 存在這樣的 一個危險 一個境地 呃 我不知道 尤其是 我 我自己 內心 在 那邊 所 這種 生活的一些 感受 可能 並沒有一些 真正的生存的危機 但是 如果我看到 那邊當下 一些 如果是 對那種 難民問題的 那種 討論 它 包括 德里斯登 又是一個 呃 信仰罪的 一個 大本營 包括 呃 就是 我不知道 大家聽說過 有一個 反伊斯蘭教的 一個運動 就是 在 德里斯登 興起 恰恰是在這樣一個 呃 外國人比例 這樣很小的 這樣一個 城市 是一個 一個 地方 反而 人 它始終 還營繞了一種 恐懼 恐慌 在裡面 呃 東西的合併 已經差不多 在20年 的時間 這種 這種 意識形態的 這種 呃 這種 這種 衝撞 這種 提問 還一直都是 當下一個 最激烈的 一個 一個 討論 嗯 這個想 我想這個是在 我的會話裡面 是 有這樣的 我們的 無意識 這樣體現 家園 什麼是家園 可能就是一種 內心的一種 平靜 或者內心 內心的一種 平 平和 但是 可能我的會話裡面 反而 點點 底底 透露了一點 呃 危機 但是 但是 危機的 深層裡面 又有一點 通過這種 光的這種表達 又 又有一種 希望在裡面 後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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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先回答這個 大尺庫跟小尺庫 創作的這種 先進 這種大尺庫 大尺庫 如果我畫了一段 大尺庫的作品 如果再畫小尺庫 我會感覺 哇 真的好難 大尺庫 大尺庫 他 會是 去 擁入更多的 這種 身體 這種孕育 嗯 我 我會 我會 我會張開 雙臂去 像 擁抱他 嗯 小的 小的尺庫 我感覺 嗯 嗯 因為 男人是因為 我 嗯 在中午的過程當中 融入的半年 這種 注意力不其中 我需要 高度的其中 需要 百分之百的英明 我需要 一個 在一個 去捕捉出他 最生動 最 最堅持的裡面 呃 再小的作品 沒有 當然 有創作經驗的人 都會知道 沒有再小的副作品 我畫的 呃 我的作品畫 一大部分的畫 相對還有 比較 熬 真正熬 就會 就會 容不得 去 去 改 對 就是 中國 會畫裡面的 這種 我想 這種 表達 可能 就是 不會 去 去 呃 作為 修飾 或者是 去 去掩蓋 這種 呃 不明為的裡面 大的作品 其實 我覺得 接下來 這種大 我也是第一次 再去 創作 就是 呃 呃 我自己個人在哪一個店 呃 在畫面上 呃 呃 呃 有一個 有一個比較寫實具象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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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是一種 在畫室裡面的一種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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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是一個 如果 這種畫 稍微跟人有關的 這種 具具具具 形象 這樣 他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其實 他要表現的是 他要表現的人物是 他是 緣和而來 他是有什麼樣的 一種 身份 呃 呃 我 我受到了 我 很多 我有受到我 這個 我兩個孩子 他們的繪畫裡面 兒童繪畫裡面 那種起康 他們就是對 要問他們的表 臉部的表達 就是兩個 宣圈 一 就是 草草雞皮 裡面的這種 人物的 善與惡 和喜怒哀樂 表現得淋漓淨致 呃 我再思考 可能他們 想把他的東西 畫的東西 可能 更接近 本質的 東西 我想 呃 這就是 給我的一種 嗯 就是 創作的一種 幫助的來源 欸 其實剛剛 剛剛聽到那個 段老師 他提到那個 呃 閃水的事情 我覺得其實 這個確實是另外一個 層面 其實非常明顯的在一個 創作裡面 是會有這樣的 一個 配置的方式 然後 呃 我會想到就是說 那個 那個 狀況會讓我想到 也是跟 旅遊遷徙有關的 就是說 那個 日本的一個學者 東豪記 他 提到了一種 就是說 欸 當代人類 在一個 旅遊遷徙的 那個 過程裡面 其實他從深度 旅遊的 這個經驗裡面 開始 開展了一個 全球 大家 都在 都在進行的 某一種旅遊的觀看 就是那個 它叫做 Dark Tourism 好 就是 暗黑的 旅遊 好 暗黑 那 暗黑方法的意思 其實就是 欸 我們現在其實 會到世界各地 去看 那種 以前的災難現場 或者以前 遺留下來的 災難的痕跡 欸 那我在想就是說 呃 其實東豪記 他會去提到 這樣的一個 新代人的經驗 我會覺得 其實這件事情 其實跟 現代人的處境 是很有關係的 也就是 我們 欸 當 如果我們回到 欸 宋元 交接 那個時候的 溫能化 那時候的三學 來講的話 那個時候 其實他們 對於 整個配置 就是三學 這個空間的配置 它 它基本上 其實它 呃 會有一種 宇宙觀的 一個 和諧的配置 喔 也就是 他們 其實是一個 很基本的 就是說它 它如何投射 它的 宇宙觀的一個 秩序 可是我覺得 就是說 剛剛 蘭巴士也特別提到 就是說 其實在你的那個 揮畫裡面 它絕對不是 耐力小點 然後它如果是說 用多小點去理解的話 它好像裡面 我覺得裡面 好像又有一種 欸 一動一進的一個 風暴的狀態 欸 那 那裡面 就是說 那裡面 如果 我們嘗試 用一些 嗯 小點的定位 去理解它的話 它好像 本身裡面 也有非常多的流動 喔 包含 你在這樣子 就是說 其實你有什麼 那個筆刷 其實是用很薄層的方式 然後其實 或或說 你會有一些 自己形的線條 等等這些東西 其實它都在帶出一種 流動性 它會讓 它會讓 即使我們在 理解那裡面的一次 它好像又 同時是在 流動當中 那 我現在想 就是說 那如果 我們用一種 欸 呃 就是說 厚和諧的這種狀態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 和和諧的這個 美夢 事實上 通過二十世紀 已經破碎了 然後我們現在 其實也是 存在另外的 一個狀態 就是 欸 或許在新的科技 我們會被整合到 另外一個新的科技 就是 所有都在監控一下 所有都在被 運算一下 然後 它會有一個新的次序 可是 在進入到 這個新的次序之前 我們遇到的父老 然後他 好像在告訴我們 從 就是說 就是說 就 死之前的這些經驗 其實 在你內在裡面的 不管是對家園的想像 或者一種 無意識的記憶 它裡面 所呈現出來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像一個 倖存的一個 國度 那 這個就是說 可是這個倖存的國度 就很像 就是說 就是說 因為當我們在 看到整個 感光都完成的時候 其實那裡面 有非常多的 光跟線 顏色都出來 然後那些光跟顏色 其實會讓人 有一種 很 矛盾的情感 就是它整個好像 呃 就是它整個好像 呆有紅 呆有危機 可是那些光跟顏色 其實會讓人 有 有 就是說 興奮 或者說 有一種舒服的感覺 甚至 絕望 哈哈 是 所以 所以我覺得其實 這個 這個是一個 滿有意思的事情 似乎 若我們把它視為一種 欸 不管是 它卻有一種 發文主義的一種 對 來放重 就是 聖母國一個人 還是繼續要走江光 那樣子 是 所以 會讓 可能也是因為一個 對你 跟你在此之前的那個個戰 叫做 是 China American China American 然後其實 China American 其實我剛才 剛才看的時候 其實 它會 第一個 刪出來的 其實是一個 法文字叫 China 對 對 所以 所以 所以其實 呃 就是說 我會覺得就是說 China其實 會讓我 馬上 其實會 可以聯想到 所以說 我 我其實會想 有一個直覺就是想 想 連結到 呃 這個 其實是一種 浪漫的 年輕熟識的 動感 就是說 其實你的 繪畫裡面的那個 碎裂 流動感 固定性 其實很像一個 年輕熟識的人 的背後 浪漫情懷 好像 好像 我可以 重組 什麼 哪一個狀態 對 這個 可以提 就是那個 西方 大陸 中國 道教也有這個 對 也是 對 它說 營養很快的 交錯 兩邊的 配比的命用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是那個 毒素跟那個 健康的毒素兩邊 真的在 對它們的法 因為它們有一個 折放的單身 那些 那些 可以 請問 我們現在 在 剛才你有問 記一次性的 是什麼 對 所以就是說 那個 就是說 剛剛其實你已經有表達了 那就是說可能在 德勒斯坦 你本來就能感受到一個 譬如說 外癌者 很少的一個地方 所以 在某種心境上 或這個 精神上 其實它本來就會產生 那種 髒力 跟壓力 然後 我會想想 或許可以問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幾年前 我也在 就是說 比如說跟 中國大陸那邊的學者 在聊到 中美的關係 然後 譬如說 我們就會問說 欸 那 他們會不會來信 中美之間的關係 我說 不會啊 欸 美國總就是中國的 因為有太多中國人 我們在那邊 好 要不然 有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說 不會啊 中國就變成另外一個沒有 其實 其實 欸 我在想說 因為你其實 你有意識到 許美亞這個說法 那 你當時在做 在這個展覽的 哪一個樂展 你位於 這種狀態 其實是 怎麼樣的 一件 我先在追 追間接著這個 問 某一程度 我覺得你在訂這個展的時候 事實上 似乎還 有一點樂觀的相信 這是可能的 就是這樣 這樣 一個 多種 部分組成的一個 一個外獸 是可能存在的 而且 你也有種 這個作品 其實暗示的是一種 特別是你 事物在融合兩種文化 那這次你一定的 光點 光點 就像那個 這很容易講的 它事實上 它暗示一種 超過時間 超過空間的一種狀態 我們甚至可以說是虛無的狀態 對 虛無帶著一點 已經 不相信 不相信這些 差異的融合 它就是 穿越的 穿越是一個個人的 一個自己的 內在的 自己解決 而不是這個來相信 也許我們可以 讓這個世界 成正樣去達成 光點 就是我個人 完成 我的領執 這個 這個虛無性 就比 虛無不一定更好 跟那個 任邊社會對於現實的 依賴跟某個外觀性 還比較存在 首先回到 講的那個 關於 就是 中美國這個 這個 對這個 這個系列 這個作品的 這個問題 其實 我想 我用 其實我後來 也在想 我 其實我 用這個 中美國做一個 這個系列 它一直在延續 它沒有 我 我之前沒有得到 一個答案 我想它 也不會有一個答案 我想 更像是 我提出了一個問題 所以說 這也是 我希望 在我的揮畫裡面 它 可以有多 不一樣的解讀 它可以 在 西方的立場 西方的 很關注的 在 在看我的作品 它 有他們的這種 立場 可以這種解讀 然後東方的 這個 因為 好像 在 包括跟 在 歐洲的藝術家 一起 交流的時候 他們 就會 說到 你的作品裡面 他們還是 雖然是這種西方 傳統的 有揮畫的計畫 或者是這種 消點 這種 透視的 但是 裡面 還是有他們 這種西方 藝術家 他們 他們 就是說 還不一樣的地方 他們 他 有了 東方的一種 靈度 東方藝術家的一種 敏銳 或者是一種 對現的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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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 所以說 可能 我的 工作 其實 就是 在 不斷地提出一個問題 我希望 我的 繪畫 可以 多種 每個 觀者 可以 根據 自己的生活 體驗 然後 他 會 去 去樂譜 一些 他們可能會 一些 過分 我的 廢話 這種 構圖的脈絡 也是一種 開放式的 一種 邀請 式的 這種 去 對我的作品 進行樂譜 他可能 就像 這個 馬老師說的 像一個導演 一樣 再去 佈局 然後再去 做一個 這樣的機關 去 我 運用了一些 繪畫的 這種 技法 或者技巧 這種 的 原理 來去 來去 入局 他一定是 是 是 是跟我 有關係 但我希望 觀者 和他之間 發生 關係 而且 每個都是 不一樣的 體驗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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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 我們 在來 五線開放的現場 我們 今天討論的 你們 想要回應 請問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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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段時間我會刻意地去運用一些東方的材質、材料 甚至在早先的時候有一個課題是關於飲食方面的課題 我當時有一段時間我一直都在用醬油去做畫 然後呢就是通過這種材料刻意地去證明這種文化身份 後來我發現其實好像沒有這個必要 其實二十多年的生活這種體驗 因為二十多年我想還是沒有太多的去領會中國傳統的這種藝術的精神 反而在歐洲我有更多的東西刻畫 但是這個文化裡面我想我再盡量地去避免去成為一種以我情調的這樣的作品 所以我希望就更加地去 其實這種東西我希望是用自然的油內而外的這種流露 在我的作品裡面的一種呈現 關於圖片的這個影像的這種 我當然在繪畫裡面也會 因為其實我的繪畫裡面跟影像有很大的關聯 我會去搜集一些報紙或者一些老舊照片的這種圖形 這種影像 在那個關於館的那個柱窗裡面也有一本 這種我在那邊就或是找到的一個老的影集 他會這種影像會 我會看到 我會做一選擇 加一個選擇 然後他會選擇他 那種圖片會給我一些 這種 一些 對我一些觸動 或者對我一些 對 一些 一些 回憶的這樣的片段 我之後我會完全 把 把這些影像 拋開 然後呢 自由地自行地去創作 嗯 早些我也有這種 就是 嗯 就是 差不多單次的這種 作品 他可能 對 他可能拋 對 拋開的這種 比較少 更接近影像 嗯 之後我就會 只有現在的作品 基本上就是 很少會用到 影像 嗯 我 如果 如果 我會自己去 從事實攝影這樣的 然後呢 對 圖片我想是 更加的 這個 嗯 他跟我有關係 這個部分 我擋覆了 我做一點 就是 我記得在那個 裡面有放到 世紀那個展覽 世紀 北京在南中 我們在展覽 我記得有一張小畫 然後畫的就是那個 恩格斯 對 從那個照片來 所以 所以其實 富饒他的那個 圖像來源 我覺得 我覺得是蠻 蠻 蠻豐富的 就是說 他不是在一個 有些藝術家 可能 可能都是在用那個 照片 或者是用 Internet的圖像 或者是用 影像 這些元素 對我理解的 富饒 他其實 他的圖像來源 其實是蠻 蠻多方向 但是 對我來講 朋友 最屬於他自己 最真實的 生活裡面的方向 可能是最多的 而且也是 可能他的作品 常常會 闖出一種 溫度 的一個來源 比如說他這次在 關渡的 這個光年展裡面 有兩件作品 一件是 歸圖 就是他畫著一個 馬車 馬車的那件 那件作品的圖像 其實是他 應該是 一個人 一個 就是一個 駕駛馬 馬車 對 就是那個 我也拿到他街頭上 可能有歐洲很多城市的 這種馬車 傳統的馬車在跑 然後富饒 剛好那幾天 五月去了 我一定 他可能 他就傳一張照片給我 然後後來 就有那個作品 其實他是有 有一個他 他 等於說他親眼看到 這個圖像 很難有照片 但是可能是 我不相信他是在 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他當下有一點感受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作品 他 那個圖像 應該是來自於網路上 就是我們有另外一件 就比較下 悲傷的 然後 那很可愛的 有點可愛 但也有一點點 有點悲傷的感受 就是說 有一對男人 騎著摩車 後面的女生 就扛著一幅畫 對 然後要去畫哪 對 對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真實 真實這樣的一個 人事物的一個情景 然後 富饒他 又有所感 然後他就 畫了出來 這樣一幅畫 所以但是在這個 畫面的轉換上 其實就 就很像剛剛 萊老師 一個 皇冠長 他們看了很多 就是在風格上 我覺得富饒他 其實已經 完全跳過那個 原來那個 參考的那個 像的一個 現實的東西 進到他自己畫布上面的 顏料 跟他的表現 融合了很多個人的 想像 一個新的群似 所以 但是我覺得那個 那個作品裡面 常常給我感受的一種 對於人 或對於一種 生活 現實故事的一種溫度 其實是來自於 他一開始 可能看到或 學取這些古像的時候 他心裡的有一種 觸動 或是某一些 我覺得有一些 我覺得有一些聯繫 他對那些東西是有感受的 對 那 還有沒有 有沒有 相當的 還有我 不能講 那你繼續問 我問一下那個 觀念 你這個主題是觀念 觀念 你的聲音講 距離 但是我在你的 創作裡面 感覺不出 強調的分析距離 強調的分析距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 有些人講 這個應該請 這一句給大家 就是說 有些人講 你的創作是 一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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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 一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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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支持 我就是 第三 也不是安心能做辣日子 你是因為在德國創作 才有今天在德國君主 才會創作這樣做 還是說你住在哪裡 跟你自己創作的內文反向 內文反向的關係 有關係的關係 假設你今天是在一個中國文化的環境裡面 你會是創作這樣的做 我要問的就是說 發異文文化對你的影響 你知道嗎 異文文化對我的影響非常大 我想這個 這個我是不可以去抗拒 我是想去敞開 懷抱去擁抱所有的文化 各種文化 伊斯蘭文化 還有西方文化 我本人的文化 中國文化 我想 這個是 我所謂說 我不想把自己定義為 因為我是一個 某某在一個中國藝術家 或者是一個揚州藝術家 或者一個 我想這個 對我來說不重要 我不想可以去定義為一個第一名的藝術家 我想我的藝術可以是 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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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像 黃官長提到的 這個文化 我們都給一種 所有人對 共同的 無意識的 它有情感層面的 這種 共性 有 甚至有符號性的 這種 對 一種共性 我想 造型藝術 它是 可以 用這種 繪畫的 原因 去 去感染 一個 每一個人 然後 它 來自 來自 什麼樣的地域 什麼樣的文化背景 這是我 當然 我在 這是 我想這應該是 一輩子的課題 隨著我在 一種文化的 生活 越來越久 然後 它會對我的 這種侵蝕 或者是 會 對我的影響 會越來越多 呃 我想 我的這個創作 它 它還會 發生變化 呃 我也有在 想去 呃 在有在申請 一個 有為的一個 想去 駐留店 我想 我也想去 其他的國家 去 去日本 去非洲 去感受 裡面的生活 我想 它會 對我的創作 會 就是 潛入的話 可能 有更新的這種 呃 創作的那種 呃 靈感人員 進入我的繪畫 畫面 裡面 呃 我希望 我自己是 一個 開放 包容 呃 藝術家 可以 對 呃 呃 第一個問題 呃 距離 這種距離 這種距離 可能就是 也許是 德里斯森跟 我的家鄉的距離 這種距離 也許是 我現在和 可能隔離我兒子之間的距離 這種距離 這種距離 就是一種 一種 我覺得這個 呃 可能 他 對我來說 那 克里斯森 其實可能就是 一種情感 呃 呃 對我想 我想每個人都 都屬於自己的光年 這種光 這種光 就是有希望 就是 就是 可能 推進我 就是 推動我 繼續創作的一種 力量 呃 呃 是不是 可能在畫面上 表達出來 我想 每個關節 可能有自己 呃 感受 呃 呃 也許有 也許沒有 嗯 謝謝 呃 呃 呃 那那個 我問你一次問我說 那個 跟 那個 那個 還有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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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一下 呃 我會把 呃 我覺得他跟 尼尔辣有一些共同的 共襲在 比如說他們都是 把一些 古典 跟當代的東西 做的一些動作 就是畫面裡面 他其實都有一些 呃 呃 藝術的一些古典 的一些成本在 但是他哪會是 當代 當代社會的狀態 那對我來講 呃 我不會把他跟尼尔辣 連接在一起 是呃 呃 富豪的東西 他很像剛剛 剛剛是在談 浪漫主義的成本 跟中世紀 那浪漫主義基本上 已經跟中世紀是一個 精神上是一脈俠 那我覺得 富豪的東西 他在 5.5的養分的借用上 確實是在 這個部分比較多 我記得 我最早看到 畫車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個 中世紀的感受很強 那個感受是來自於 包括這種構造 因為中世紀的 藝術的構造 他當然 他還有 因為水墨的經驗 水墨的 我們這種 所謂的傳統 水墨布局的這個 這個 多視點的這個教育 但是其實在 歐洲中世紀的藝術 也是多視點 因為那個時候 沒有是單一小點的時候 他們的 構圖是很敘事性的 而且那個敘事性 會有一點時間性 那 那尼尔辣的 作品來講 我認為他叫 葉巴洛克 那他們相同的東西 是因為 畫面有一些動態的感 就是畫面的構圖是有動態的感 然後有一種張力 跟有一種場景 就是場景的這種效果 但是 尼尔辣的東西的 藝術的這種 包括色彩 阿瓦他的 形式上 我覺得他跟 巴洛克的一種 是比較接近的 那巴洛克的一種 相對是 跟古典是對的 古典跟巴洛克 是一個對照的組 那浪漫也滿意識的 可是我覺得 浪漫的精神 跟那種 內心的 的追溯 跟神秘 跟不安 這些東西 是 遠遠的 巴洛克 來的更複雜 巴洛克他訴求 是一個比較大的 比較外放的 比較華麗的 比較形式上的 那種詐欺 所以 這是我的看法 就是說 你沒有要跟 父老的作品 來對照的話 我認為 是蠻蠻大的不同 然後 Daniel Richter 我是覺得是 可能又 會 可能又更 在更有一點點 因為 Daniel Richter 的東西 可能 會是在更偏 繪畫的一個 形式跟語言上的 經理的部分 是更多的 色彩 那些 經理的 的東西 對 五 發負貪 你是妙 嗎 對 我在 完成主攝 的時候 我的化石 對面 就是 Uall EMR 我們每天 都會 碰到 從 他騎著這個自転車 動態的時候 去不到的化石 我也很 尊重那個 我們再見 我們有時候 在示範的時候 教授也會很平易進行,然後會打拋鋪 現在我感覺有一個在文化界的教授 我覺得德里斯坦有些人來的行程是在非常之近 他們本身就... 當時我的教授說,當時尼奧要先請德里斯坦的藝術教授的一個職位 當時被拒,後來一直都會存在這種...有點像競爭的狀態 我不認會任何的這種藝術前輩,他們在藝術上的成就 每一個藝術家面前都有基礎打傷 他們走過的路是有... 我想用這套衣服的藝術帶著自己的那種心境 眼睛自己的那種心態 去...去欣賞這個風景 帶著自己的心境 其實我覺得反而... 其實在這種形式眼上,它的這種構圖 我反而跟我自己的理解之下 反而弄了很多東方的一種在構圖的這種平原法 或人身遠法,這種多點識別的這種錯像的面接 當然它弄了一些自己對徒型的一種重新的結構 如果...這就是一種在你現在的惠化與驚嚇的一種 我想的是一種不相的重新的影響 我把訪問提起的理解 我第一次看得出來的畫質 就感覺到說... 欸...這個是很焦慮 很... 我想我講的是很焦慮的 Enside 就是很焦慮 假如用畫畫的話 他如果用精神館女生會發作 會不會失覺會失調 就是第一次看得出來的感受 因為表面上一看就失覺了 他有一些說... 有一些說... 表象就有點拉慢 然後... 你是這種感受 最直覺的感受 是想像說... 是有點... Apockets 在... 是末世之前的景象 或者有一些電影的正極大戰前行 這種... 暗黑... 融照大地 然後有一些零光閃爍 好像... 有一件事情要發生的感覺 然後我還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提醒說... 那個... 麻熱的影響 麻熱其實對於死亡的考驅 跟那個... 迷戀... 那種很糾纏 那... 表面上的感覺是這樣 可是比如說... 膝蓋後面覺得... 然後帶一點溫度 一點溫心 所以就... 感覺非常的... 矛盾 那更慘的是... 看到他... 那矛盾變成... 就... 溫溫的不易啊 然後家庭沒麻 然後小孩這麼可愛 然後... 然後... 帶他小孩騎腳踏車 這邊出現的是這種... 讓我聯想... 默奥先生請下... 對我... 死亡的鼻裂跟... 那種... 暗爹 像剛剛講的... 然後在我進去一個... 暗內俱長 但是又不是那麼暗爹 好像那個... 那個小調... 除... 除掉... 主權力的效果... 有一些... 大調的... 光輝... 溫暖... 那這種... 矛盾感... 其實在剛剛... 那我是... 這個... 沒有畫... 會... 教育... 就因為... 比較藝術質量... 就是創作為自己的質量... 呃... 對... 我... 我是... 我... 我是... 把... 在藝術質量... 我跟我們現實的生活份... 呃... 呃... 進入我的畫室... 我自己是... 完全另外一種人... 我不想... 呃... 我... 我... 我會先把小孩送到... 六支援... 然後呢... 呃... 呃... 我的太太... 她去工作... 一切... 和平... 然後... 我會去... 我的畫是... 是一個很擴充的一個... 呃... 呃...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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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甚至在我的畫... 在我的這個... 這個光臉裡面... 能看到那個... 那種... 那種... 柱子的那種... 那種... 那種... 差不多符石...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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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想... 其實... 呃... 這是一種... 人... 就是我們對... 在文句裡面... 悲劇跟喜劇講的... 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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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喜歡... 呃... 悲劇是... 可能是我當下的... 一種... 提出的問題... 呃... 我每次想... 想... 也想畫一點... 甜一點的這種特定... 但是... 嗯... 但是... 它並沒有滿... 滿足我...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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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想去... 去展示...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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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這種... 內心的濃苦色... 並不說... 呃... 說... 我... 我... 內心就那麼的... 灰暗... 我只是... 我只是在... 我想我可以提出... 我有這樣的... 呃... 字... 我有這樣的... 通過揮畫... 我有這樣的條件... 可以去... 去提出... 很多很多的問題... 就是... 愛... 恨... 暴力... 傷痛... 忌妒... 各種... 各種... 人類情感方面的這種... 包括一些... 包括一些社會問題... 嗯... 心理治療... 的... 這種... 學習那種經驗... 讓我... 讓我... 讓我慢慢... 就是... 瞭解... 呃... 他是... 繪畫... 他是... 跟... 人生存的... 這種... 有關... 嗯... 我想... 如果面對一個... 一個... 一個他... 一個病人的話... 他的繪畫... 呃... 當然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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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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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回到生活中... 我還是一個... 很有愛心的爸爸... 哈哈... 我是一個好的一個丈夫... 哈哈...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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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人... 呃... 呃... 我有朋友... 呃... 嗯... 我想... 自己應該...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外界的刺激... 或者是... 任何的輔助... 來... 幫助我... 呃... 呃... 讓我們來想當浪漫主義... 我們最沒有的... 最非愛心...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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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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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但是... 整個世界... 一不鬧起來的悲劇... 所以市場上... 非常需要一些... 嘲諷、好笑的一些喜劇... 那薩斯比亞的喜劇... 事實上是非常受... 市場歡迎... 然後... 他... 他... 展開了一種喜劇... 叫做悲喜劇... 他... 他... 可以在他的喜劇里頭... 讓所有人看的... 哈哈... 笑... 笑... 可是... 最終... 還會追進... 拿去一個悲劇的... 一個... 真實性... 所以這兩邊的這種... 共謹性... 就是... 呃... 呃... 我覺得... 就是... 我剛剛臉是... 我在想像... 呃... 跟托斯基那種... 整個副調... 然後我想... 那我覺得那個... 呃... 在... 在... 你的作品裡頭... 我其實是... 另外我覺得是... 因為... 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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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想要建議那作品... 呈現的一種... 完美的一個想法... 也許... 就是光明... 這是暗時的一個狀態... 那些東西是... 是源自於... 他們看到現實的... 一種不可能... 他們的現實的... 一種虛無跟絕望... 使他去投射出... 一個完美的性... 所以... 他必須... 必須要看見... 那個現實的... 無可救藥... 他看透了... 這個... 本真虛無性... 跟他的... 他的絕望性... 他才會去... 那些可能... 在你的作品... 那你現實上... 呃... 你現實上... 你現實上... 呃... 呃... 那我想可能... 那十遍... 跟著你的創作品... 一直下去... 呃... 因為剛剛就是說... 呃... 一剛開始就有提到... 表現主義... 跟... 浪漫主義... 然後... 欸... 我也很贊同... 跟老師提到... 就是說... 其實浪漫主義... 對你來講... 可能是一個... 更... 重要的基調... 那... 我自己其實在... 在... 欸... 關於你的評論上... 看到... 其實... 那... 連著有兩個... 一定呢... 其實都提到這件事情... 然後... 我自己在想像... 其實是... 在... 在你的... 在你的... 眼色跟光裡面... 其實... 它... 其實是有... 表現主義的... 那個... 表證在... 可是... 其實... 我會覺得... 欸... 你好像有點... 把... 這種... 表現主義的... 能夠表證... 其實... 整理遺傳到一個... 拉曼主義的一個... 超越性... 欸... 那... 這個超越性... 其實... 對我來講... 包含看到的是一個... 非常好的爸爸... 欸...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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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講... 其實... 欸... 可能比較不是... 像在黑格那邊... 達到的... 一種... 就是... 找到了一個... 超越性的... 解決這... 所有... 解決了所有的... 和... 清楚的所有的... 這些東西的一個... 欸... 趕緊的狀態... 而是... 我覺得其實... 一條小謝靈的... 那一種... 就是說... 嗯... 愛的真心... 就是讓不可能... 再壞的東西... 再壞... 好... 所以我在想這個... 不可能... 再壞的東西... 其實是... 表性主義裡面... 非常重要的命題... 就是... 要切割... 要揚氣... 可是... 如何讓這些... 不可能再壞壞... 所以... 欸... 我覺得其實... 在... 你的廢話裡面... 其實這個是一個... 非常珍貴的一個... 見解... 我只想說... 藝術家... 爭情是最重要的... 他... 可能... 要面對... 赤裸裸的... 去... 抛心自己... 去...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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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觀者看到... 人性的... 為什麼他自己面對... 提出... 提出... 呃... 深刻的問題... 呃... 我想... 這應該是... 一個藝術家... 最具有的... 勇氣...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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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差不多了...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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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家跟我們兩位... 台湾人... 劉文達... 呃... 吳老師跟... 黃館長 達臺掌聲音...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 看看... 就是... 畫面... 看... 有一個... 短片可以播放一下... 或者是那個... YouTube... 跟在... 什麼... 呃... 有一個... 是不是... 可以... 這次... 對,他會有那個... 我相信是2002年多了 好,好早就出來了 有蠻歌德的那個...建築的影片 對,對 謝謝,謝謝王老師 謝謝,謝謝王老師 謝謝 這麼好的禮物都沒人到來給他 好,好,好 好,好 這個是DLISCEN的ZAMOLE 就是一個歌劇院 一個非常重要的作曲 王剛來的一個... 這個做的一首歌曲 謝謝王老師 謝謝王老師 希望我們能夠做的 希望我們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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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staged要做的 我開始希望有千 fab 自己一輩子 就搭亂完 顯示他 君主自 attribut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宣布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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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私有工法變出來 哈哈哈哈 因為工作是這樣的 其實我走之前 我的畫是因為 一箱窗子 被封起來了 沒有光 因為 廣東太陽在加蓋裡面 我的畫是 唯一一個窗子 你完成了 你要謝謝 對 每次五晚你只要唱 謝謝我們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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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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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